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话题 我是播报圆文安婷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 七句女人常说的话 那我们会做这次主题的原因是因为 看到周遭有太多未情所困的男子 因为他们老是搞不懂女人画中有画那一套 所以呢 我们这次就收集了几句经典台词 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那首先呢 第一句话呢 就是我没事啦 有经验的人就知道说 当女人说我没事啦 而你又真的以为没事的话呢 那这时候事情才真的叫做大条了 诶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到底怎么了啦 我真的没事 你真的没事的话 那你去洗个碗啊 然后等一下拖个地啊 然后我就要去打魔兽咯 什么叫做你去打魔兽我去洗碗啊 要也是一起打魔兽好不好 其实啊 在这边啊 可以教大家一个辨识的方法 就是你看女生的嘴角 她有没有下垂 如果她的嘴角是下垂的话 其实通常就表示她是真的有心事了 那接下来嘞 第二句呢就是 我吃不下了 那其实女生在做她吃不下了的时候呢 并不是表示说她想要就是 装油手装小鸟胃什么的 而是她可能真的是 胃饱到吃不下 那这时候如果你在逼她吃的话 那万一她得肠胃炎的话 那你要负责吗 所以这个时候最棒的方法 应该是她要点大份的 你就让她点 然后你自己呢 就点个小份的 或者是点一杯饮料 这样子不仅可以表现你的气度 而且呢 两个人相处也会更加融洽 这个才是最棒的方法 对吧 然后啊 接下来第三点呢就是 我是不是变胖了啊 我想这句话应该有超多人听过的吧 真的很胖吗 嗯 这边有一点点下巴 然后 肚子秃了一点 除此之外 可能很大 什么鼠啊 一层两层三层 我在这边听到都要生气了 下次再遇到这种状况啊 没有第二句话 你就跟她说 不会啊 你这样子很刚好 那这样的话就一定没事了 那接下来第四句话呢就是 我快好了 你等我一下哦 我告诉你这个我最会了 我要告诉你我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啊 因为我每天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就是 美美的出门 可是啊 我又不是Kevin老师 我手脚一定比较慢的嘛 那 其实我心里也是很焦急的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只要拍拍她的间 跟她说 没关系我懂 然后你就拿出你的手机来去旁边玩 那这样的话就皆大欢喜了 接下来咧 第五句 第五句就是 你觉得我很烦吗 哎 你今天要讲我可爱吗 可爱啊 会爱啊 会喜欢我吗 喜欢啊 漂亮啊 漂亮啊 你会觉得我很烦吗 会啊 那接下来第六句呢就是 嗯 我现在有点忙耶 其实啊 你朋友说这句话的时候 会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啦 就是她可能在 在赌气啊 想要跟你讨摸摸啊 之类的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 她可能真的忙到爆炸了 那这时候咧 你就不要再去烦她 让她把自己的事情做完 你只要端上一杯热茶 送上一条热毛巾 这才是男朋友该有的气度喔 那接下来最后一句 第七句 也就是我们的 经典压轴剧就是 勒 没关系啊 我去见你的前女友 诶 我前女友叫我去找她一下 没关系你去啊 她是真的心情很不好啦 没关系你去啊 没关系你就去 好 那我去咯 我出门咯 去见前女友 是不是最大二级的事情 不是 但是你跟我们讲 有时候我们那个心情就是过不去 所以最大的容忍度呢就是 好嘛 你如果真的非要有去见不可理喔 那你就去吧 可是拜托不要告诉我 好不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好话题 我们下次见啰 我是播报源王安提 拜拜